寡婿跳鋼管 脫禮物 好大 最好還有脫禮物啦 我真的很想要嚼出來耶 如果斷掉我飛出去 是從二樓飛出去 飛到一樓 其實是你 我受到我的偶像 苗可麗想出來了 孟賢是曾經認識 他不熟 不熟 因為現在的他 我很陌生 為什麼 因為從以前時代 國中以前 是 我沒有聽過他唱過一首歌耶 會 他國中的聲音是哭哭 不是 哭人叫我哭人 不是 他以前很安靜 整個我們爸爸媽媽 我跟我二弟都會去唱KTV 鵝鵝車 冬香都會點歌來唱 對不對 他死都不會唱 他就是安靜 然後有點像是自閉症 他在省一省一省一省幾萬 都沒說話 然後呢 後來一直到他國中 才整個變態 他從國中才慢慢被蔡依林啟發 他每天在看蔡依林 看那個 以前佑榮他們比亞洲新人歌唱大賽 很久了 歌唱比賽 小時候的時候看的 小時候時候 今天是請一個姨母輩來現場見證 然後他整個大轉變 所以他現在這個樣子 其實是真的我不熟悉 因為雖然你的印象和感到 都不一樣 是喔 這反差很大耶 反差太大了 就是張志祺都不可以說話 對 所以他有一個外號 我們小型的情節 大家都知道 他在討論 什麼意思 就是很像個實感當作 他那邊都不會動這樣子 喔 你為什麼改變那麼大 我小時候很乖 我媽都會 人家才有睡醒 他就跑去收花錢 或是跑去買化妝品什麼的 人都沒看到了 我就自己睡醒 不知道去哪裡找媽媽 我就坐在上面這樣坐 都不講話 我可以坐差不多三四點前 我都沒說話 其實我們兩個長大跟小時候 剛好改變 因為我從小就會唱歌 演歌仔戲主持 我中班就主持了 真的 我幼稚園中班的出席大班的 畢業典禮 就是在表演的舞台上很活躍 小時寥寥啊 對 大爺很假 我們也這樣啊 然後呢 他以前 夢想以前完全沒有展現 對演藝工作有任何的興趣 對 而且看不出一個線索來對不對 對 所以小時候有點孝 愛這麼正經 可是呢 過了青春期之後 我們就改變了 就變成他很有興趣走演藝圈 開始唱歌、跳舞 什麼歌 拐禮舞 你就是一拐 這麼多拐 沒有啦 不是拐禮舞 我自己在家 因為我們 可莉姐都知道 我們喜歡唱歌仔戲嘛 對 以前的歌星 就是演唱到高點的時候 就木就放下來 對 開始跳樂園的舞蹈你知道嗎 對 就開始可愛的玫瑰花來 夢想要不要學一下 我來 現出是我們在歌語座 告一段落 我們現出是要帶來 日本人舞蹈中山優勝 小夢賢 耶 就可愛的玫瑰花 登登登 我今天沒辦法拐 玫瑰花 你真的有拖 我沒有啦 我們有看啦 你拖都哥哥拖 我沒有拖啦 所以我們就會玩這種遊戲 是 而且以前我們最瘋狂的一件事情 現在如果我這樣回頭看 當時有一點危險 因為以前的歌仔戲流行 在白空中 釣釣釣釣釣釣 我們就自己想說 如果既然他會拖 我們也可以拖 我就跟孟賢去五金行 買了一組鋼絲出神 同軍神 同軍神輪圈 我們家二樓的後面 剛好有一個曬衣棚 我們就像戲弊這樣 我們就爬上去 然後釣好那個鋼絲 組裝好 孟賢還自己買那個背帶 當那個釣了 然後我們開始飛 然後360度這樣旋轉 其實如果那時候有斷掉的話 曾孟賢是直接飛去大馬路上面 你命大耶 所以你還能活到現在 我現在想起來也覺得很恐怖 如果斷掉我飛出去 是從二樓飛出去飛到一樓 但你現在回想起來 你有沒有想過 其實是你哥哥想要害我 我一直有在想這件事 因為他以前就很常要害我 那我玩那個大帝 就是我們家的老二 我們兩個很常去游泳室 就說 陳昭妍 我陳孟賢在那裡想 我給他玩一下 那玩 不是說跟他含鴨細水 你知道嗎 是要給我細言的 就說來陳孟賢 你瘋起來 好冷喔 然後他就這樣五六回合 我公平耶 因為那時候我們都看連續劇的 台灣水虎傳 施工時 那都要害人的 我想說 我老婆老婆 其實這個要含鴨細水 喔拜託耶 能消滅就消滅嘛 對不對 那我知道 為什麼他今天會有這個轉變 怎麼說 因為他從小真的受到你的欺壓 他覺得他沒有趕快 讓自己強壯起來 他有一天 真的會死在你的手上 真的 對不對 真的 所以我是有今天 有今天是哥哥所吃 你給你弟妹 感恩耶 花蜜蜜蜂 蜂蜜豆粉喔 但是你們家裡好像 整個成長的過程 也很戲劇性是吧 其實呢 我在小時候的時候 童年時間喜歡到最好鬼 所以那時候我有學什麼 書法啦 鋼琴啦 音樂 就是那時候 彎到經濟條件很好的時候 我爸爸一開始 民國八十幾年 他一個月 配東西十幾萬耶 很多耶 很多 因為我爸爸做藥室 在社理區算高問獨棋了 對 瓦斯坎 我們唯一的一家 合法的瓦斯坎就是我家 是 那時候就是有 非法的業者消價競爭 因為你用消滅嘛 所以在民家家後面 在灌藥室 它其實很危險 他們就消價競爭 我爸爸的營收就往下掉 從一個月十幾萬 到兩萬塊不到 那時候 從目前六年級 我永遠記得 那時候呢 我媽媽就想說 不行不行 這樣下去 這個口罩我沒辦法吃 所以我媽就在她六下的時候 過來高雄 從超修業 去做美容師 從原本的一家五口 變得呢 她只有跟爸爸一個人 單獨在小琉球生活 那時候有一件 很戲劇化的事情 我們在陳孟先生 還會記得 那時候他跟我們家的鄰居 的一個小孩子是同學 算作為的孩子 都會有些誤會 會燒媽 會燒打 那時候呢 那個鄰居的媽媽呢 就指著她的鼻子 因為那時候 我站在我們家二樓 往下看他們在吵什麼 那個媽媽那也是玩 那個鄰居的你知道嗎 很會罵 你這是沒老夫的孩子 還會這樣 我跟妳說 沒老夫的孩子 什麼啦 沒老夫的孩子 你敢這樣 然後我就說 我會把妳拔下去的你知道嗎 因為我們小時候 我也是小孩子 我們沒有能力去反擊大人 所以他就哭得嘻哩花 冤枉被冤枉 你還記得嗎 我記得啊 你記得 但是其實那時候我沒有 我是事後哭 但是我當下是很勇敢 因為其實我跟隔壁鄰居小 一起有在 好像那時候買什麼玩具 戰鬥陀螺還是什麼 我忘記了 然後他為了要買東西 那給他們老夫頭拿錢 喔 他們老夫抓到 在家裡把它削 削到買了 削到我這裡 蛤 我的孩子在討厭前 就是 這個壞朋友 你這樣老夫都沒在家 你這個孩子 這樣啦 把我孩子帶去撈魚 怎樣 然後那時候 其實我應該是 不會罵人的 但是那時候我 受到我的偶像 苗可麗相親 我偏偏試看太多 太強了 太強了 有 那時候那個 台灣龍捲風已經在播了 台灣霹靂火 他以前都攝取你的養分 真的 是喔 真的啦 把那個公車評當我的偶像 我說那美人就不會被欺負 然後就可以勇敢回擊這樣 媽媽就在跟我妹 然後那時候你就有一個 很精靈的態勢 然後就一直罵罵 罵回去 我就不知道哪來的勇氣 還好那時候有可麗姐的加持 然後事後罵完 我回去就一個委屈 都不知道怎麼說 說上來 才會說我沒有老母的小孩 就哭得哩哩哩哩哗 因為畢竟你還是個孩子 真的 這個還不算最戲劇化的 可是到後來 我們都已經長大成人 我們就業之後 因為我們爸爸那時候 事後要落差的時候 有跟一些親朋還有小借代 事實都不多啦 十萬二十萬這樣子而已 可是呢 那個親戚跟我們之前有一些誤會 所以他就親蒙達 帶著他的三五個親戚 來我家要錢 那其實錢已經很確定要給他了喔 已經確定可以送他了 他是指著我們兄弟的鼻子說 我跟你說 那是男生嘛 剛才是女生 我跟你說 你如果要 你就是要輸人 你就是保障中間說這些話 你知道嗎 很驚訝 我想說 我們才還可以怎麼樣 我們都沒有一行 那時候是阿嬤先周轉我們 然後那時候也是等那個債主 出去之後 我們三個媽媽為什麼要好呢 所以我就奇怪 怎麼沒有連續劇 找我們去演戲是怎樣 你現在把這個故事講出來 就有編劇會寫了 最後我是在業配我們兩兄弟 你是來這裡陰頭路的嗎 真的耶 不過以上所說真的都是真的 不是做效果 我覺得可能也因為這樣 所以你們後來 你們彼此之間這麼有才華 現在也真的是有一番成就 也我覺得應該 這個過程對你們來講 也是有幫助的 有 對不對 你會過得打拼 我要做給你看 我不是你說的這麼寒慢 對不對 是啊 像哥哥很有才華我知道 謝謝 謝謝 英文也好 又會編劇 又會寫 可莉姐妳不要再誇獎她了 她的人會越來越自大 越來越自慢 她很驕傲的 剛剛好就好了 沒有 因為我先誇獎她 因為我想要問她後面的問題 對 那你去參加比賽的時候 譬如說紅人榜的時候 她如果剛好困難 她怎麼會去找你 頭舊兵 這個事情是這樣 因為孟賢先去比紅人榜 比兩次都沒有過關嘛 那時候其實我後來才知道說 那時候的製作人 就是孟芬姐 一直覺得她很有梗 但是因為她沒有過關 就是沒有辦法繼續留在節目裡面 當衛冕或是挑戰者 剛好有一個單元叫好友幫幫忙 然後她就跟陳孟賢講說 你去找一個會演戲 會唱歌 會搞笑的人 來跟你搭一檔 她就說 叫我哥啊 這樣子啊 她說好喔 你叫你哥唱一段那個歌 來給我聽聽看 看他會不會唱歌 那時候陳孟賢看就跟她說 戰事的時候 我就說 我在哭 哭扁手你知道嗎 我就在馬桶上面唱大巡立槍 是 ODITION 然後大巡大巡 然後就唱給她 然後後來製作人說 欸欸欸 洗洗洗洗洗 然後呢 她還 我那時候多傲嬌你知道嗎 孟賢就說 怕什麼 三點六點啦 這樣子 因為她可能 把這個機會當成是敗部復活 是啊 我事後回想 我事後回想 然後我還很傲嬌 我還很傲嬌 我說蛤 阿公有那個 阿公有費用 為什麼費用 比賽都還要請費而已 他說蛤 她突然就在喊 好啦好啦好啦 來比賽 來 我出的 你出的嗎 對啊 這樣感謝弟弟 這個人 你看 都賺自己人的錢 真的 沒有 那時候是因為我 比賽都沒有過關 是 然後我就打電話 快點 啊就 真的 我還要 欸 很傲嬌 欸 不要丟出來 我真的 真的想要丟出來 啊是喔 去那個台北 我就要坐車 還住宿 我就還要買 還要買新衣服 我這麼不愛 那一組 那一組 對啊 唱一條歌而已 沒有什麼 我沒有做 沒想要紅的 這樣 我這樣說嗎 有 好欠揍 然後我說 不然你看多少 我幫你出這樣 然後 我們就剛好那個主題符合說 不然我們兩個兄弟來唱 所以就後面才唱的那個 10萬塊 好 就是你們那個點閱率 對 點閱率很高 四百萬 四百萬的那一組 但是其實 我說實在 我們兩兄弟無心插流 因為我們兩個下了台 就沒有得失心 對 錄影下山 我也不知道 當時要播出 不知道播出後 好個如何 我們都不會去 關心這種事情 對 一直到播出了 一個月後才發現 事情有點 事態不太對 怎麼樣 也有菲律賓的朋友說 我有看那個 看到視頻 怎麼你跟你弟弟在表演 然後馬來西亞 新加坡 各地都在傳 都在做成罐頭 簡訊在傳 後來一個月之後 那個製作單位就說 你們的點閱率 已經快破八十萬了 我說 你喜歡什麼 我靠腰 他 你兩個在一起 破四百萬 注意用情 注意用情 這影比我自己 逼 結果後來就 因為這樣子 我們很榮幸 變成我們三立電視台 在YouTube頻道 第一支影片破百萬 其實我們那時候 運用了很多 十四梗 十四梗 然後玩評審老師 比如說那個時候 有江蕙二姐剛好要瘋麥 對 我們也是突然演到一半 突然想到 我問 子鴻老師 不然你如果 你如果不要拿十萬塊 來給我射身 不然你也給我 討論到我 工匯的票來 對 所以我們彩排一次 到當天 紅彩排 最後一次跟正式上台 都不一樣 是喔 都不一樣 那表演你們兩個 即興的能力非常強 對 那我們今天有沒有 這個榮幸可以 你知道那個影響嗎 好啦 表現一下 表現一下 我們現在出場是這樣 那時候十萬塊要收費 我現在收費是 對到那個點閱率 本來是一百萬 我就收一百萬 對啊 現在已經三百幾萬了 我扣你那滾頭褲給你 對 我抓 阿娘 你要怎麼摸 你甘嘴你摸 我不會說出來 今年過年回去小琉球嘛 我跳都不在意 有人拿去看他就說 十萬塊了 然後他就回頭說 他學得好像 翻到妳 ㄚㄧ 像瘋咱笑 有來 死去 Luckily 陛陛無 溫暖的愛 無依無我 流浪早安逝 環境疏海 疏忌不定 愛 疏忌不定 遠遠 遠遠 夢天 已保佑 持一條巡 苦海 如果說七早八早 沒人給我訪一下地 這時間也要收一下情価 怎麼都沒人來幫我請問好呢 阿姨 可不可以嚇到了 阿姨 我們這是優子的節目 你可不可以一直說靠腰 沒有啦 我們這長腳 阿姨就長腳來的 補兵一些你現象的習慣 你哪有一個人要可以適應一下 因為我們要補金鐘獎 這樣是嗎 好 我開始說英語了 沒有 OK 是怎樣 人家說無事不定散步電 尤其你這個聲音 我今天聽起來 人家說 有什麼事情快要來 沒有啊 阿姨 我有一個好消息要跟你說 什麼好消息 你不要聽過苗可麗嗎 有啊 公車評 對啊 那我的偶像呢 苗檔的 對 人家已經 花一萬塊來人熟心 他叫我 都在阿姊萬歲 背後會主持耶 對 阿姊萬歲 你那裡要吞套 阿姨威啊 你晚上在那裡錄影 再次還要跟我們上班 上班給你的 唱什麼啦 這條罵就好了 不是 我是說因為 他剛那個罐沒回來而已 因為那裡跟苗可麗主持 他唱得比順啦 對啦 要不要再倒他啦 苗可麗這個妖廟 我插插他了 怎麼會啦 對啦 我都不知道 那我向他主持 我的筆順 我的丟臉胸 長不怕我問你一個問題 你說你會介紹多少 一萬塊啊 苗可你這樣探財師 探財師 躺到沒有老主持 給你一萬塊 對啊 那客氣 我跟你說 人家我實際一組的 我三世 你有聽過台灣人本嗎 台灣人本 對 那不是銀行喔 我知道 送人家的那個地方嘛 Yes 有概念 那個你當的 給我算好朋友 因為以前我的老店 人家現在很發誇耶 我給他介紹 我們女兒 可以讓你 長得很長 要小心也可以 你有興趣要認識一下嗎 他有比較貴 沒有啦 沒有啦 介紹一下 你先來 來 走 走 好 好 小董董 我跟你說 你剛才說的一萬塊是什麼 我跟你說是 是啦 這一萬塊 我們女兒都五歲了 苗可麗 保安這個女兒 一萬塊的台幼 你一萬塊的米金 你放心 不管你是要米金、掛金、受金、負貨金 我都給你 那沒問題 這句我專長的 站起來很豐盛耶 豐盛 那是說 他要給你那些東西 不然你就按摩地 用在上面 不是耶 你怎麼會這樣 等一下 你說 你如果給我現金 我可以隨便 但是你剛才說的那個 我還要用划的耶 你放心 你時間下去 那邊菩薩先會給你站帶保管 對啦 你說點就交他就行你了 對啦 這樣啦 你怎麼 放的10萬塊啦 好啦 你好 沒問題啦 不要說10萬啦 你懂 現在怎麼樣 聽我這句苦放啦 你說 這個好玩又不會冠 上課大碗 好價又不會黏涕 你知道嗎 你怎麼看 雖然你要划的東西 它不一定跌得到 但是呢 你知道一個好適合 你把它收進去 是啦 人家在講中都是你的 好啦 沒問題啦 沒問題 改動多少 你告訴我 我回家 叫苗可麗 你叫他回家 好啦 好啦 10萬塊啦 10萬塊你可以 沒問題啦 10萬塊 10萬塊 10萬塊啦 白虎